望线兰儿公子暗恋史 第26集 索期无望 又是一年盛夏时节 这次轮到姑苏兰市举办清谈盛会 兰望姬和兰西辰并肩来到雅市外 兰西辰先进去了 兰望姬则顿足 看着人来人往 许多去年一同听学的少年们 也都跟随各自家的长辈前来凑凑热闹 嘿 江兄 有人大声喊道 随即响起云深不知处禁止喧哗 立马又用手捂了嘴 兰望姬不看他们 他早就撇过了 魏无羡不在 一名少年问道 咦 魏兄怎么没来 江城道 他 与其看他在清谈盛会上 打瞌睡丢人现眼 倒不如让他在家业 再说 他从不参加清谈会的 江城往年也不大参加 但他今年已都十六岁了 毕竟是未来的江家家主 也该跟着一同来参加参加这种场合 哈哈哈哈 不愧是魏兄 有人笑着道 聂怀桑道 而且还是姑苏兰氏的清谈会 魏兄就更不会来了 他曾经发过誓 说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人身不知处 听了这句话 蓝望姬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这辈子都不想来 也是 他在这里不是受罚超书 就是被打得浑身是伤 再不然就是被罚贵 不愿来 才是合乎常理的吧 蓝望姬忽然想到 似乎魏无羡在云身不知处 所有糟糕的记忆 都是来源于他 藏书葛超书 是他亲自坐镇监督的 那段时日 魏无羡有多痛苦 有多度日如年 他仍然记忆犹新 不久之后 蓝望姬更是还打了他一顿 上次在云梦江上 听到江城踹了魏无羡 蓝望姬都会觉得不悦 可是 当初让门生把魏无羡 按在祠堂里打得嗷嗷叫的 不也是他的吗 魏无羡总是笑得那么开心惬意 可不代表他不会疼 不会受伤 如果 如果当初没有打他 或者 没有逼他超书 他会不会 愿意来 可惜啊可惜 我还想问问魏兄 怎么见到石花女的 石花女 真的有那么美吗 哎 怀桑 当时你在场的吧 你看见了吗 聂怀桑道 我和江兄都在 不过我们因为被扔出来的次数太多 后来都没敢再和他一起进去了 就在园子外等 哎 确实可惜 江城道 别扯上我 我一直就没进那破园子 聂怀桑回忆了一下 似乎好像江城确实没进去 当时魏无羡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挖掘他 说他没救了 一辈子打光棍来着 众少年嘻嘻哈哈 都是少年心性 你一句又长高了 我一句又帅了 不消片刻 便打成了一片 仿佛又回到了去年一同在兰家听学的时光 兰望机听到他们说起石花女一事 心里更是羞愧 自责 那九万分 心道他不会来的 他若是知道 这里还有一个对他抱着那种心思的我 怕是下辈子也不愿来了吧 兰西尘正好和一名门生说完话 就见兰望机像丢了魂式的走进来 望机 你怎么了 兰西尘问 兰望机神色淡漠 摇了摇头 竟是说不出话来 他不说 兰西尘一下也猜不出什么样缘由 只得道 不如你先去后厅休息 兰望机摇了摇头 没有离开 这场轻弹会进行得十分顺利 然而兰望机却是浑浑饿的 一句也没听进去 只是他面上依旧风平浪静 看不出什么变化 而他本来也无需发表言论 只需旁听即可 轻弹会结束 兰西尘大概猜出 兰望机的情绪变化是因何而起了 只不过 魏公子不来参加轻弹会 其实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 兰望机自己平常也鲜少会去参加 其他世家的轻弹会 他应当不至于此 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还能是因为什么 猜不透 便不猜了 望机也不是小孩子了 许多事情 相信他自己也能想清楚 开解自己 才怪 只不过 解铃还虚系灵人 兰西尘暂且不去管他 去往日常练习清心音的地方 还未走到 就闻一曲熟悉的音律悠然传来 是兰望机正在弹奏清心音 兰望机的清心音意识极为精湛 尤其是这一年来 提升飞快 兰西尘举起白箫 与之合奏 许多事情 不必明说 兰望机已然想清楚 既然他不愿再来云深不知处 那我便远远看着他 只要两个人都活在这时上 那么总有机会见到他 三个月后 金秋来临 这日 兰望机正在云深不知处的草坪上 提着蓝胡萝卜喂兔子 一名门声走到不远处 见到这一幕 吓得浑身一哆嗦 不敢过来 只好站在那里静静等他忙完 似是有话要说 兰望机正欲起身 琵琶却不依不饶 小嘴咬着胡萝卜不放 兰望机顺手把他拖到怀中 脚步沉稳地走向那名门声 兰 兰二公子 不怪那名门声如此畏惧 着实是这副模样的兰望机 真的令人十分陌生 也十分惊讶 兰望机神色冷淡地道 何事 抚摸琵琶的手 却是极其轻柔 呃 那 那个 兰先生请你过去一趟兰世 那么门声道 兰望机道 嗯 兰世里 兰启仁正在和兰西辰交谈 兰西辰道 百家倾谈成会 兰启仁道 不错 不论家族大小 他们要求所有修仙世家都要参与 并且 各世家本家子弟都必须参加 说什么是为了检验各大世家教育情况 真是 兰启仁气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胡子都扬了起来 且不说他们温家凭什么强制 要求各大世家的本家子弟参加 他们各家子弟的教育情况 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来检验了 兰西辰道 叔父 当忍责任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 旺姬的话 兰西辰正想说 只要把云梦僵士的报名表单给他看看 他自然会去 话音未落 兰旺姬已经走了进来 兰旺姬道 去 兰启仁瞬间欣慰不已 大赶自己这两名 得以门声越发出色 懂事了 兰旺姬和兰西辰二人填完报名表 从兰氏出来 走出一段后 兰西辰从乾坤秀中取出一个卷轴 递给兰旺姬 兰旺姬接过来一看 耳垂瞬间飞红 然后飞快地把那剑轴递还给兰西辰 一本正经地道 兄长 给我看这个坐肾 兰西辰被他的模样 逗得笑出了声 他给兰旺姬看的 正是一份云梦僵士报名统计表 捡一般 虽是捡一般 但上面却是有报名者的身高 体重这些基本信息的 无需其他 魏无羡三个字 就像一条毒蛇一般 直窜入他的心窝 起山 百家清潭成会 大会为期七天 也就是说 这七天 他都有机会见到魏无羡 兰西辰离开后 兰旺姬就静止去了冷泉 可一颗心 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